想問一下Telly Bear是怎樣來的呢 其實Telly Bear出現 跟美國當時總統有一個叫羅斯福有關的 不是吧 這樣的顏色這樣的發型還不是特朗普 第一隻Telly Bear出現 就說回當時有一個美國總統叫羅斯福 他就去打獵 但是打了一整天都沒有收獲 他的副手就幫他捉了一隻蟹 就叫羅斯福去捏殺他 但是羅斯福就覺得這樣做是沒有體力精神的 這件事就被當時華盛頓報紙一個漫畫家 就畫了這個情景看登的報紙 到第二天出版的時候 當時有一個賣糖果的商人就靈機一觸 就把圖片中這隻紅的形態 就做了一個布公仔 就放在他們的糖果店門口 而他亦都用回羅斯福當時的一個 名字叫Telly 所以因為後來這隻紅就變成大賣 所以之後我們現在在市面上 看到一些紅公仔 普遍來說都會提供Telly 叫Telly Bear這個名字 這隻紅跟平常看的很不同 其實有沒有對比分的呢 其實Telly Bear主要是分英國 德國和日本這三個比較重要的國家的設計 首先說說最近我們的日本紅仔 最主要當然就是他們的賣點 Kawai 一定他們賣點會做那些紅的形態 會比較可愛 還有他們有一個比較共通的特色 就是通常我們的紅都會有些配件 即是無論他們穿了衣服 又或者穿了頂帽 甚至乎附近有些人造草 去做了一個場景 都會有的 表情呢 表情通常他們都是開心一點的 就不會做得太像真 通常他們會做得比較卡通化一點 或者主要把頭的比例會擴大一點 因為身體就小一點 就好像一些Q版紅 就像他們日本卡通片 一些漫畫角色的設計 這些手長腳長的什麼紅呢 這些其實我們叫做德國紅 手長腳長也是德國紅的傳統設計之一 例如頭、手、腳都可以活動 當然這件事其實到之後就被人抄襲了 變成其他國家都可以活動 還有好像我之前所說 如果最傳統的德國紅 其實他們會真的根據真紅的設計 例如後面有少許陀峰 還有他們面部的表情都會做一些真紅的細節 例如有少許牙齒這些細節 英國紅呢 其實因為他們初初沒有自己的玩具公司製作 一開始其實都是一些獨立的設計師去抄襲 德國的款式 到近期才開始有英國的設計師去創作 他們的紅的特色 大家都可以看看圖片 主要就是它的頭是相對比較大一點 德國紅相對的頭是比較小一點的 還有大家看到它的身體會比較短和圓的 就會比較大一點的 可能大家不知記不記得有一套電影叫做漸紅 其實那個漸紅的形態 其實都可以這麼說 基本上都代表到英國紅的特色 再問多一些花邊新聞 不知歷史上最貴的Teddy Bear是哪一隻呢 LV和Style這個Teddy Bear牌子合作推出的 Crossover限量版的 這隻紅的當時在摩洛哥的拍賣會 就賣得13萬英鎊這個天價的 而這隻Teddy Bear現在就在 韓國濟州島的Teddy Bear博物館那裡長期展出的 謝謝大家 我們不回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